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第一個就是疫情報告 首先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中央公佈今天確診的一個病例 有75案 外籍移工有64例 本國有11例 第二個就是監嚴案的部分 相關的有65例 然後移工的部分有55例 本國有10例合起來65億 相關的有65例 然後移工的部分有55例 本國有10例合起來65億 那第三個是自拔 自拔的有10例 外籍的移工有9個 然後本國有1個 那目前確診的個案以收至隔離中 收至隔離中 那第二大項就針對 快篩收明的部分 我們另外一個陳醫的 叫做盧鴻案 我們另外一個陳醫的 叫做盧鴻案 他們的企業是全部都採陰性 沒有確診 那其他的企業 其他的情形稍後會由衛生局 來跟各位做個收明 其他的企業情形稍後會由衛生局 來跟各位做個收明 那第二個 竹南科學園區 還有社區公園戶外的快篩站 那第二個竹南科學園區 還有社區公園戶外的快篩站 那從今天起 設置了6天 剛剛也從這個快篩站過來 感謝我們新竹科學園區 我們的王局長 還有感謝慈濟 我們的院長副院長帶領了三條線 再加上我們苗栗的祥安診所 我們的謝醫師 還有我們的三條線 再加上我們苗栗的祥安診所 我們苗栗的祥安診所 我們的謝醫師 我們的謝醫師 還有本府的訂賠開了兩條線 還有本府的訂賠開了兩條線 總共有六條線 我們的謝醫師 還有本府的訂賠開了兩條線 總共有六條線 有六條線分六天 來服務我們當地的民眾 但是要事先向衛生局來做報名 能夠分流才會不全聚 這也要拜託大家 另外我們的疫苗的部分 能夠分流才會不全聚 這也要拜託大家 另外我們的疫苗的部分 是其中我們苗栗的疫情 這個一個禮拜下來 可以感受得到非常非常的嚴峻 我們本身也向行政院來做過反應 疫苗要加速的全力 撥補到苗栗線來 至於我們的衛福部的 陳時中 陳部長我也有跟他反應 我想我們有經過這一次的反應 我想我們有經過這一次的疫情 希望中央能夠給我們多關注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醫師的團隊 還有場所等等 目前我們苗栗總共撥了8800劑的疫苗 在前一天 目前我們苗栗總共撥了8800劑的疫苗 在前一天的時候都已經施打完畢 按照中央所規定的 防疫的第一線 來先行施打 中央也務必要加速 企業自購的疫苗 是苗栗線民 還有在地企業 一個共同的新生 希望上期待會 能夠給我們更多的疫苗 第四個 原先規劃6月6號 也就是今天要消毒 我們苗栗地區 那因為下雨的關係 我們也許改到6月8號 6月9號 也就是 就是禮拜二禮拜三 這兩天的時間 國軍的化學兵 來協助我們苗栗線 來協助我們苗栗線 國軍的化學兵 來協助我們苗栗線 包括竹南還有頭份 這個漏區 做一個清潔跟消毒的工業 在這邊也要呼籲企業務必要支援 很誠實的疫調 對於員工進行普摔 來加速抓出感染源 普摔來加速抓出感染源 這樣才能夠遏止疫情擴張 其他後續的部分 就請相關的局勢 包括衛生局 然後簽署的一些工作 就請相關的局勢 包括衛生局 然後簽署的一些工作 來跟各位再做詳細的報導 這個工作 來跟各位再做詳細的報導 以上的報告 謝謝 二指鼓衰 來二指疫情 就請相關的局勢 包括衛生局 然後簽署的一些工作 跟各位再做詳細的報導 以上的報告 謝謝